大家好,又到小草和你們聊天的時候 今天是2022年7月7日星期四 很快出遊,差不多遊過一個星期了 你那邊的天氣如何? 覺得生活又如何呢? 好了,今天我們主題說的是什麼呢? 就是精神墮落比絕症更加可怕 什麼叫精神墮落?一會兒告訴你 所以我們經常說沒有一條平淡的道路是成功的 所以你只要堅持下去才會成功的 記住說不夠你實際行動做得快 最緊要做到行動的你一定會成功的 好了,那我們就開始在談了 很多時候我們最大的失敗 不是說我做不到 或者是怎麼一個天這樣對我 遠天遠地,no 其實最大的失敗是你自己放棄了 誰在一個走的道路裡不會遇到困難呢? 你天天在哭苦哭哭 又說要生、要死 人家看你,只是告訴你你是什麼 沒有出色而已,爭氣一點 在哭哭哭,有用嗎?對這件事 你想想,是不是?是沒有用的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不可以經常這樣去說 我怎樣差,怎樣厲害,怎樣怎樣 其實你是要說的話,說夠了 行動吧 但當你行動的時候 在前兩天的影片我已經說了 告訴你怎樣去行動 但是我們行動起來的時候 你要做第二步是什麼?堅持 所以其實你聽我這些故事 或者問 在聊天的時候 我就好像陪著你一起走 朋友,不要放棄 記住,這一秒你不放棄 下一秒就是希望 很多人的座右銘都說一句 Never give up 永不放棄 是啊,真的不要放棄 因為放棄其實真的很容易 但堅持才是對痛苦 亦都這樣說的 很多人面對這些情況的時候 真的很坦白 當然是挑一條容易走的路 哪有明知前面這麼辛苦 都要堅持 但是我們如果能夠把它演變 像前兩條片一樣 將思維逆轉 你想的東西就會擴闊很多 而且層面也會多了幾層 如果我們將它能夠 變成一種快樂 那你說是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 剛才我第一句跟你說 精神墮落是什麼? 就是這些負能量 經常跟自己說 我不行了 我沒用的 小草 你不要勸我 你省一口氣 唉 朋友 就是因為你是我朋友 所以我會跟你說 省什麼口氣? 堅持吧 堅持多一步 不是那麼難 是不是? 堅持吧 下一秒就見到希望 雖然你可能說 這些老心上堂 小草 你不要哄我開心 有時候人要還原基本步 你小時候 拿一顆糖 是不是很開心? 就是了 你一定會回答是 因為沒有辦法 因為現在不是做Live 所以我完全不知道 你究竟會有什麼想法 或者有什麼其他想法 那我就有自編自演 讓我們這個小小的頻道 做多些善事 然後錯過一千個人訂閱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開Live 這就是我小小最大的心軟 因為我們又沒有什麼知名度 只是靠一個人的微小力量 但是我不會因為善小而不作為 不會我們繼續一起努力朋友 所以看完影片記得訂閱 還有不要去Facebook 去Youtube搜尋 香港人性能量 例子故事音樂系列 裡面有些音樂 忘記播給你聽 現在先播一下 按個鈕 是不是真的不做Live 就是這個不好 好了 這條影片音樂 是我們昨天出的 在香港夜景很美 我也很喜歡 雖然製作得真的有些瑕疵 多多包容 所以記得 我們要訂閱 然後按分享 亦去找這條影片看看 香港夜景真的很美 我也很喜歡 好了 繼續我們聊聊 不要說這些感性的事 所以經常都說 為什麼不要放棄 記得以前我們小時候讀書 我們讀書的時候 有個叫愛迪生 你一定記得 你記得他最弱 最大的弱點是什麼 愛迪生 他告訴你 其實他也有很多弱點 不過輸 沒有說 是不是很搞笑 是的 哄你開心 好了 說回正經 愛迪生經常都說我們 人類最大的弱點是什麼 其中之一個 不要數完 只數其中一個 就是放棄 成功的必然 這條路 當然不會不斷重複 又來一次又一次 有沒有聽過柴狗說 人生有幾多個十年 每一個個十年 我們都會曾經有幾多人 在跌跌跌跌 由高墊低 或者由低變高 但不要緊 香港人精神 什麼來 抹死落地走 那你就會爬回身 繼續走 走多幾次 你慢慢就走順 好像我們這樣 經常都說 天黑 就會見到天光 每日太陽 都由東方升起西方 你說是不是 你住哪區 一定知道 對不對 所以黑暗不會永遠 我堅信 黑暗的盡頭 就是黎明的曙光 希望你明白就明白 不明白就問黎明 那種 好了 如果你永遠都不去放棄的話 你知不知道 其實我們的成功機會率 又增多一些 所以曾經有人問愛迪生 喂 你都失敗了一萬次 你還有什麼想法 愛迪生就說 我沒有失敗過一萬次 只有發現一萬個 不走得通的方法 你是不是被人氣死 是啊 真的 你不走過 你怎知道通還是不通 好像現在小草那樣 做這個小小頻道 雖然很坦白 我的訂閱不多 但是我明白 我是一個沒有知名度的人 我只要很默默耕耘 堅持 和你們的朋友一起去做這件事 希望可以幫到更加多的人 去給多些正能量去鼓勵他 是不是 好了 我們又說回頭 一鬼的籃球教練 他受拼了 教了一支非常非常弱的隊伍 要他儘管這隊伍的時候 他們已經輸了十場比賽了 排名在聯賽裡 還有 包尾 沒錯 你別聽錯 是包尾 所以每個球員都很垂頭上起 就算平時訓練都提不起精神 個個都好像不開心 有一天 一天教練去到這個訓練館 看到這群很情緒低落的球員 他就突然說了 連賽都還沒結束 你們幹嘛要放棄 聽了這句話之後 那些球員就低著頭 嘴裡當然沒有說什麼 但沉默的表情 就已經代表了他們的態度 不再去堅持 放棄吧 然後當然 教授當然看到 不是教練 當然看到這些人的表情 還有看到這群年輕人的樣子 就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也都猜到 他的老仔在想什麼 那他就 心心地套了一口去跟他說 年輕人 假如今天打球那個 是邁克爾喬丹 如果他連續輸了十場 你說他會不會放棄 那些球員說 他當然不放棄 沒錯 教練又說 假如今天拳王 你被打得 臉腫了 青了 流血 但鐘聲還沒響 比賽都沒有結束的情況下 你以為他會不會放棄 那些球員說 當然不會放棄 就是了 傻的嗎 教練 那教練 沒有拼嘴 繼續這樣問 假如 看 剛才 愛迪森 發明了 那個燈淡 他失敗了十次 他會不會放棄 那些球員說 當然他不會放棄 突然間 有一個球員出來說 愛迪森可能是失敗了 失敗了一萬次才成功 聽到這句話之後 教練就笑了 他對那個球員說 Good 你說得好 愛迪森發明那個燈淡 失敗了一萬次 最後都是成功 你們 那些球員 看一看你們失敗了多少次 只是區區過十次 你就打算放棄勝利和希望嗎 問回他們 當然 接著那些小孩 每個都不出聲 在沉默想 好了 這個故事 我們就說了 其實很簡淺的道理 你想想 我們這些前人 如果他發明那個燈淡 不是失敗那麼多次 今天你看看你的房子 看看你的寫字樓 看看你的房間 亮亮的燈 沒去的話 你今天還有燈 可以看書、打電腦嗎 是嗎 所以 到你是膚淺 但是越膚淺的時候 絕容易令你明白 令你去還原基本步 走回去最初最初的時候 你小孩子的時候 為什麼你小孩子 又不會這麼怕呢 5 4 3 2 1 我讓你靜一靜想一想 好了 因為不是開拉夫 我還是說一句 那我們又繼續 當你去想的時候 記得 想完之後 真的要行動 不要在那裡等 所以 經常說 有一個神經科學家 以前都說 精神的墮落 比絕症更可怕 毒瘤 你可以透過手術去切除 但是如果你惡劣的情緒 或者負能力 就抱歉了 幫不了 這些就要靠你自己 至於你怎樣走出第一步 怎樣去靠 看回之前的影片 小草不花時間在那裡說 不是那一刻又忘記了 我又 對 好了 所以我們經常都說 失敗了成功之母 沒有一條成功的路頭是平坦的 只有在我們的奮鬥過程裡 我們要擴闊我們的經驗 人物和資本 當然最重要學巧一件事 我下個標題就會說 拆彈藝術 知道什麼叫拆彈藝術嗎 簡單說兩句你也知道 當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 然後你怎樣去拆 拆好件事 還是拆好件事 還是有件事繼續發展 讓它炸彈炸光我們 所以下兩條影片再說 有時候我們也要學懂這件事 雖然這些挑戰很困難 但是只要你不放棄 你就多學很多很多東西 學什麼?你當然是問 學多些行不通的道理 我剛才愛迪生沒說過 她是逛了一萬次不行 但其實她是找了一萬個方法不行 都是一些成就 都是這些經驗的 明白嗎? 所以我們做人的事 千萬不要放棄 明白嗎? 你的人生是要控到很多碰碰跌跌 起起落落 開開心心不開心的時刻 那你人才是精彩的 不是到你老的時候 然後你回想過去的時候 原來你的人生只是平平坦坦 所以小草都要跟你一樣 不要說你要堅持 我都要堅持做好我們這個小小頻道 希望好像一個豆芽夢一樣 發揚光大 記住訂閱我們 千萬不要認識這個免費的手 按下去按訂閱 對我來說 就是一個最大的鼓舞和最大的動力 可以找多些好的文章 和大家分享 繼續鼓勵你們 記得不要因善事而小而不造 多謝你的支持 跟朋友收聽 拜拜 記得下面訂閱 拜拜